她是純粹的阿里山姑娘 非常的美丽 不管是人 还是生意 那么接下来 我们屏东峰会 我们中华原乡生活美学学会在台北 我们负责的是原乡事务文化艺术传承 还有族语教学 那么最重要的工作 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小朋友 我们都负责照顾 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公益的社团 紧接在你将看到的是八八公斋的小朋友 他们在前两天特别来表演给老人家看 因为他们 很自豪的说我们拿到原住民小朋友第一名的比赛冠军 那么他们要来献 献跳的舞就是要献给所有的老人家 来观赏 那么紧接的就是昨天我带他们去动物园